原标题 拿破仑威震欧洲 却为何拿这名下属无可奈何 甚至忌惮三分 如果评选欧洲近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恐怕非拿破仑莫属了 然而这样一位是整个欧洲为之发抖的强人 却对自己的一个下属无可奈何 忌惮三分 此人便是法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塔列朗 塔列朗出生于巴黎一个伯爵家庭 四岁的时候 他不慎从衣柜上跌落下来 摔伤了右腿 从此终生只能与拐杖位拜 由于他无法像其他贵独子弟一样从居 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神学院学习 二十四岁时 塔列朗成为兰斯市圣雷敏修当院院长 后来差点成为红衣助教 并在之后得到了奥顿驱山主教的职位 但这时 法国已成山羽欲来丰满楼之事 作为三级会议的教室代表 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 闻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火料 于是他从专制阵营中冲杀出来 反歌一击 在法国革命初期 塔列朗表现得比第三 整级还要积极 他主动齐出废除十一岁 没收教会财产 天主教会从属于国家准权 从而赢得了革命者的信任 为了自保 塔列朗与雅各兵派主要领导人 丹东结尾至交 把他当成靠山河保护散 1793年年底 雅各兵派开始发生内讧 丹东的地位置意不稳 塔列朗深知雅各兵派的另一位领导人 罗伯斯比尔 是一位不可腐蚀的人 对任何人的辩解和动摇 都毫不留情 为了避惑 塔列朗决定流亡美国避难 而他昔日的盟友丹东 则被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 1794年7日 这月正便将罗伯斯比尔等人送上了断头台 结束了雅各兵派的恐怖专政 法国革命的浪潮从巅峰阶段迅速回路 塔列朗看到了奥取革命果实的时机来临 回到巴黎 与握有实权的都政官巴拉斯结为盟友 并当上了都政府的外交部长 在外交部长任内 塔列朗大肆贪污纳会 两年之中收受贿赂三百多万法郎 并全部存入外国银行以保余 塔列朗深知都政府软硕无能 建立军人独裁是在必行 而屡建战功的拿破仑无疑是最佳人选 因此塔列朗开始主动与拿破仑建立联系 1799年 塔列朗主动辞去外交部长职务 协助拿破仑发动物约政变 还亲自去逼迫巴拉斯辞职 同时他也暗中做好了另一手准备 如果政变失败 立即逃往国外 同年拿破仑任命他为执政府的外交部长 拿破仑称帝后 又任命他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外交大臣 从长赴大选后 后来更是加封他为亲王和本尼凡托公决 随着拿破仑的扩张也信日益膨胀 熟然欧洲外交的塔列朗认为拿破仑已经成为欧洲的灾难 因此他开始联合反法同盟 试图颠覆拿破仑的统治 1807年8月塔列朗辞去外交大臣 1808年9月他陪同拿破仑 到埃尔福特开会时 秘密挥护俄国沙皇亚历山 大仪式 鼓动他带头反对拿破仑 死后塔列朗一直与亚历山打 仪式保持着秘密联络 他在巴黎的府邸成为谋判的中心 1808年年底 巴黎疯传塔列朗和警务大臣 阴谋废除拿破仑 远在西班牙征战的拿破仑闻听此事 奉马千里回到巴黎 在杜伊勒里公当着众人的面 把塔列朗骂了个狗血喷头 你 小偷 坏蛋 丧尽 廉耻的人 你听着 我要像砸碎玻璃一样把你砸碎 你死瓦里的臭 你臭你 在场之人 莫不目瞪口呆 唯有塔列朗本人无动于衷 面不改色 神情坦然的站在火炉边取暖 拿破仑骂完后 塔列朗冷冷地说道 真遗憾 这么伟大的人 却这么没有教养 然后手持拐杖走了出去 拿破仑暴跳如雷 当即剥夺了他的所有职务 但因苦于没有证据 拿破仑对塔列朗无可奈何 无法将他治罪 塔列朗对这些侮辱表面上默不作声 暗中却想抵过澳大 立出卖军事情报 对拿破仑进行报复 1815年1月 拿破仑陷入四门楚歌 急需塔列朗再度出任外交大臣 然而塔列朗深知拿破仑技术已尽 何况他自己早已经与流亡国外的路易十八案中取得了联系 因此 任凭拿破仑如何威胁利用 塔列朗多具不从命 4月 在塔列朗的操纵下 法国元老院宣布废除拿破仑 成立以塔列朗为首的临时政府 攻迎波唐王朝复辟 5月 路易十八任命塔列朗为外交大臣 并且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塔列朗行建基米的外交手腕 使得法国从一个战败国 一跃 而成为维也纳会议的五强之一 拿破仑百日王朝灭亡后 6月 波唐王朝再度复辟 路易十八再次任命塔列朗为总理大臣 同时兼任议会议长 然而 塔列朗出众的才能和反复无常的秉性 使得王室惊惧不已 因此他们迫使塔列朗主动辞职 但塔列朗并未演习息鼓 而是时刻 密切关注着法国政局的变换 他深知 波唐王朝采取的过度反动措施 必将导致自身的覆灭 1829年 他再一次遇见到了革命的来临 因而及时与自由派结成同盟 1830年7月 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 推翻了复辟王朝 塔列朗再度出山 担任七月王朝的驻英大使 1838年5月 塔列朗在巴黎安然病逝 就在死前几个小时 塔列朗表示与天主教会和解 对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 以求得其灵魂得到上帝的宽恕 对塔列朗这样一个政治变色龙 法国人莫来的刻画可谓入目三分 在他身上 贵族的气派 富人的度量 教室的伪善和猫事的贪嘴 兼而有之 他的任务很简单 与人为善便舍 作恶多端便为善 而他更喜欢后者 高尚 仁慈 体贴 博爱 这些词 他都了解并且使用得十分得体 但他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含义是什么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子威格在评价塔列朗时 曾经说到 每一场革命 胜利的不是第一个人 不是那个先锋 而总是最后一个人 总是那个殿后的人 那个把革命作为战利品来攫取的人 我们为了自卫 就得弄清这一类人的面目 看透他们得适的秘密 有趣 有料 有深度关注公众浩涛历史 和天一军一起读历史作者周学云来源 百家讲坛杂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